零樓監視器拍下一名男子闖入 在裡面動張希望 似乎在找什麼東西 這是二十號凌晨三點多 這名男子用著手遮住了頭 還抬頭看了一眼監視器 長相也被拍了下來 當天沒有偷走任何東西 但是二十九號 保險箱被割出一個大洞 裡面的鑽戒珠寶金士 全都被偷走 也順利就在昨天晚上有查獲 也有舉回部分的一張目 目前查獲的是同等 受害店家就是嘉義市共和市場 這間珠寶店 二十九號失竊 被拖走一對鑽戒 價值三百萬元 裸鑽數十顆 跟一匹紅藍寶石 還有孔雀領帶 跟龍頭造型的金士 警方當天就鎖定嫌犯 三十號在水上交流到逮捕 找回了這些金士 但鑽戒寶石等疑似已遭編賣 看來不及我們這麼嚴重 這裡在XX的 有些人在那裡 怕金庫的東西 對 自己挖金庫就對了 根據警方調查 二十號凌晨 珠寶店的木門就被破壞 當時沒有損失任何財物 但二十九號時 前犯再度入侵 用殺輪機破壞了保險櫃 店家損失至少三百萬 二十號疑似就是來勘查地形 三百萬鑽戒還沒找回來 這可是銀樓小老闆的結婚戒指 加上裸鑽跟紅藍寶石 損失金額目前還無法估計 業者痛心大失血 只希望警方循憲 趕快找回被偷的昂貴珠寶 記者侯國文 劉怡婷嘉義報導